师父的这条祭实在是太妙了 让张军宝以为我们已经种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以为义季风会去跟他决斗 等他去天爵牢救人的时候 再给他来一个迎头痛击 对 主人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才故意叫我们把大教抬到这里来 那师父人在哪里 主人的行踪飘忽不定 我们也不知道 那谁去看守天爵牢呢 是夺破大人 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主人还叫小子传话 请闪电大人好好地看守义季风 以防张军宝的计谋有所变动 随时通知联系 好了 知道了 有劳各位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